中文播放 来听两个男大学生在讨论新晋学校的女同学 美女哦 所以我们这一刻会听到很多关于追女孩子的一些成语和俗话 那今天对话里面这两个男生的个性不太一样 一个比较外向 一个可能比较喜欢跟人接触 他不会怕跟陌生人说话 对 那另外一个好像是比较内向的男孩子 比较不喜欢到处参加活动 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两个个性完全不一样的男大学生 怎么样讨论追女生这件事情 好的 我们系今年进来一个学美 很漂亮 你听说了吗 当然听说了 我住宿舍 怎么可能没听到 大家凑在一起就会聊啊 光聊有什么用 要认识美女 就得透过美女 我请了我们这一届的戏花帮我约她见面 没想到你认真了 不过听说一年级有个学弟已经每天像苍蝇一样 粘在他身边了 哼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学妹呢 是要我们这种成熟的男人才能照顾好的 但不管怎么说 进水楼台先得月 学弟追得很紧 我看你一面不大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呢 是兄弟的就该帮帮我 怎么帮 谈恋爱这种事别人插不了手的 谁叫你插手了 这个周末我们戏花已经找了几个女孩子 还有那个学妹一块出来玩 我也得找几个男生 你非来不可 我 我不喜欢这种联谊活动 哎哎 人说见面三分情 你只是来凑个人数 让我跟学妹有那么一面之情 这点小忙 你都不帮 算什么哥们 可是 我笨口笨舌 恐怕会帮到忙 不会不会 你一定不希望 我因为追不到学妹 抑郁而终吧 哪有这么夸张 好了 我去就是了 太好了 你的大恩大德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说得这么好听 上个礼拜欠我的吃饭钱 快还我就好 我明天还你 好不好 明天一定还 我先走了 受不了 今天对话的一开始呢 我们就知道 他们想要追求的对象是谁了 就是呢 他们系今年进来的一个学妹 那其实像我是在英国读书的嘛 那我觉得在国外的学校们 比较不注重学弟妹或学长姐 对 比较没有这个文化 但是我觉得在亚洲 大家很 其实我觉得很注重辈分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会特别强调 比方说这里先讲了我们系 在一般的大学 大概就是一个系 算是一个单位 这个系里面的人都会比较熟 那他又讲到说 进来了一个学妹 表示他们系的一年级 因为这个进来 一定是有个新人 加入一个团体或是组织 那学妹就是只要年级比你低的女孩子 其实都可以叫学妹 那像我觉得这个学弟妹 学长姐 这个文化 我觉得甚至在职场上 我还是会听到别人说 这是我学姐 这是我在高中大学的学姐 或是这是谁的学弟 学妹 所以呢 其实这个东西 如果是一样啊 同一个学校 好像就比较有亲切感 那在这里呢 他们对这个新进来的学妹 很感兴趣啊 因为学妹很漂亮 所以这个外向的男孩子就说 你听说了吗 那今天这个比较内向的同学 他就说 怎么可能没听到呢 因为他住宿舍 对 住在宿舍 消息都传得很快 因为大家每天都聚在一起啊 所以他说 大家凑在一起就会聊啊 这个凑呢 好像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 但是就是大家会同时到一个地方 我们就说凑在一起 所以比方说 可能所有的人都在一起洗衣服 可能聊个天啊 对聊个天 对刚好遇到就一起聊 凑感觉比较 比较轻松一点 聚就比较有目的 对 所以他们并不是为了聊这个天聚会 所以他会说 我们凑在一起就会聊 那就是因为没有目的的聊天 比较外向的这个男同学啊 他就说 光聊有什么用 要认识美女 就得透过美女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他不只是外向 他还蛮积极的啊 他这个说光聊有什么用 光怎么怎么样有什么用 光就是指的意思 所以意思是说 你只是聊这个女孩子 没有用啊 这个美女啊 你要认识她 就要透过美女 那透过的意思呢 就跟戒者 有点类似 嗯 经过一个方式嘛 或是经过某一种人 比方我们说 透过电视报道 我们了解这件事情的情形 或者是说 透过张经理的秘书 我们就知道张经理今天要去哪里 那今天为了要约到这个学妹哦 他就透过他们这一届的戏花 那戏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名词 我们前面有提到戏就是 你读 例如说我读的是政治戏 对 或者是你读的是数学戏 对 那戏花呢 就是那个戏里面最漂亮的女生 就可以称为戏花 是 那我们也可以补充一下 这个戏里最帅的男生呢 叫戏草 哦 那听到了 他透过戏花去认识学妹 嗯 比较内向的这个 他就觉得 哇 你真的很认真啊 对 他是真的想追学妹哦 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哦 但是呢 这个他的好朋友就提醒他一下说 一年级有个学弟哦 已经每天像苍蝇一样 黏在他身边了 这个他指的是那个漂亮的学妹 所以呢 已经有一个学弟 每天黏在那个学妹的身边 但他用了一个很好笑的动物 叫苍蝇 常常说到美女 我们都会听到说 哦 他身边有很多的苍蝇 为什么我们会用苍蝇这两个字 其实我们可以想嘛 苍蝇就是有味道或是脏脏 他们就是会聚过来 然后嗯 所以你想想他一个 一直在身边 对 在你身边转啊 飞很烦 所以这些苍蝇呢 当然是美女的追求者 想要追美女的人 但是呢 肯定都是美女 没有什么兴趣的人 所以对话里 这个男孩子才会说 有学弟像苍蝇一样 意思就是说 好像这个学妹啊 并没有喜欢这个学弟的意思 那说到美女 对他的追求者 没有兴趣 我们接着又看到一个 我觉得更夸张的一个说法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嗯 所以哦 这个我们平常要说 追美女的男孩子叫苍蝇 那这个外相的男孩子 他要更进一步的去贬低 这个想要追他的学妹的人哦 因为呢 他说这个学弟是赖蛤蟆 想吃天鹅肉 这句话我们常常用来形容 呃 条件或是长相不太好 不怎么样的男生 想要追漂亮的女生 我们就可以说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那其实我们今天看到这两个说法 像苍蝇一样黏着他啊 或者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两个都不是脏话 对 他不算是骂人 但他就是在形容说 这个男孩子看见漂亮的女生的那种 那个样子 比方说就会一直在人家旁边转啊转啊 像苍蝇一样 或者是呢 一天到晚想要追漂亮女生 就明明自己长得不太好看 所以有点像是开男孩子的玩笑 那今天这个比较外向的男生啊 他贬低完他的学弟啊 他就说 要像我这样成熟的男人 照顾这个女生才好 对 所以他先强调 学妹呢 这种样子啊 的女孩子呢 要我们这种成熟 因为他的优势 他的优点就是他年纪比较大嘛 所以他觉得自己比较成熟 不会像那些学弟 像苍蝇一样绕着他转 但是哦 成熟归成熟 人家离学妹近 对 才是最大的优势啊 对啊 就像我们刚刚在讲的 一般大学里面 一个系 然后又是同一年 大概他们有很多课会一起上 所以这个学弟 可能每天都会见到学妹 所以呢 这个好朋友啊 就告诉他 不管怎么说 进水楼台先得月 这句成语也是常常用来形容你 你要追一个人的时候 你跟他越长碰面 是越容易追到的 那进水楼台先得月这句俗语 我还可以用在其他的情况之下吗 因为他主要是强调距离近嘛 长碰面 关系近就会有比较大的机会 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的 如果你去卖东西 如果我跟你要抢同一个客户 你有比较多的机会跟这个客户见面 或者是他的公司就在你家附近 那别人就会说 他可是进水楼台 所以他的机会比较多 啊 了解 那听起来 这个sales他的赢面就会比较大 没错 对 所以就像在这里说的啊 这个朋友就告诉他 学弟追得很紧 人家又常常有见面的机会 可能还坐在旁边呢 我看你的赢面不大 这个赢面就是赢的机会 那朋友应该互相鼓励嘛 所以今天比较外向这个同学呢 他就说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对 这句话是常用的一个句子 他说这个涨是增加的意思 增加别人的志气 志气是达成理想 达到目标的信心 灭自己威风 灭是消灭 消灭自己的威风 威风是那种一定可以成功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 你看 他这个朋友说 学弟进水楼台先得月 会比他有机会追到学妹 当然他就要讲 你怎么可以好像增加了学弟赢的机会 而消灭我的信心那种感觉 所以当你的朋友在强调对手的优点 而不去说 可能你的优点或是他的优点 你就可以说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呢 对啊 就像在比赛的时候说 我虽然很想赢啊 但是那个对手真的好厉害哦 你就可以说 怎么可以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因为他觉得都是好朋友嘛 就应该互相帮忙 是兄弟 那这边的兄弟就不是真正的兄弟 而只是好朋友 好哥们 这个是什么什么的 意思说要是你是某一种身份的话 中间常常放的是兄弟或朋友 比较不会放别的 所以比方我们可以说 是朋友的 就该诚实的告诉我你的看法 但是有一些事情 就算是朋友 还是不应该插手嘛 这个插手呢 就是去管别人的事情 多半都是不适合你去管 但是你却一定要插手 但是恋爱这种事情 其实是插不了手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这是一个separable verb 所以你可以说插手 插不了手 插得了手 那么这里呢 当然这个外向的同学要说 谁叫你插手啊 他没有叫别人来一起追这个女生 所以这个插手又变成另外一个意思 他又怕人家不帮忙 又怕人家一起来追这个女生 所以他才说谁叫你插手啊 而且听起来他的计划都已经准备好了 他不需要别人来管他的事情 对他只是需要这个 他的好朋友来帮个忙 就是说呢 细花已经找了好几个女孩子 还有那个学妹要一起出来玩 这样比较不会引起人家的怀疑嘛 而且感觉不会那么恐怖嘛 对不是一男一女这样 所以他就说叫他朋友啊 非来不可 意思是因为这种情形 就是女孩子找女孩子 男孩子呢要找男孩子 显然他一开始 为什么来跟他这个内向的好朋友说话 其实是为了要他来参加这个活动而已 而且今天的活动呢 是联谊活动 不瞒各位高级班的同学们 我没有参加过联谊活动 因为以前我们好像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好像就是 很自然的就一起出去玩 对啊去喝酒啊去干嘛 对我也不太懂 因为大学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活动 他好像是故意要把 没有男女朋友的人 单身的人凑在一起 然后比较不那么尴尬 可以交个朋友 出去玩啊 对 可能去踏踏青啊 对对对 但我比较不喜欢 因为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认识男生或女生 可是其实如果有一个共同兴趣 比方你在社团 或是大家一起 就是有一个活动 我觉得那个比较自然点 对比较自然 但是其实联谊活动不只是在学校里面 其实到了职场 很多公司呢 公司跟公司之间呢 会办一些联谊活动 好像说的我们亚洲人都没有时间交朋友一样 对不对 还得安排一个活动来交朋友 哎呀不会啦 想认识朋友是人之常情嘛 Constance 也是啊 所以这边他才会说 见面三分情 这句话本来是用在说 如果你要拜托别人 或是跟别人建立关系的时候 写信打电话都不如见个面来得更好 一见面呢 就已经建立了三分的感情 所以他平时是在形容一个感情的基础嘛 对 那在这里这个外向的男生 他就是想要跟这个学妹有一个感情的基础 没错 总要先认识 不然你没有理由再找人家玩啊 或是更进一步的聊聊嘛 所以他说哦 你就是来凑个人数 所以他也很明白地告诉他朋友 我没有要你来交别的女朋友 或是认识女生啊 你来凑一个人数 让他们可以出去玩 所以他跟学妹就可以 借着这个机会有一面之情 那像Consens我平时听到的是一面之缘 在这边他是改了这个成语 又见了一面的感情 那平常我们说一面之缘 如果你说我跟这个人有一面之缘 表示我跟他曾经见过一次面 叫做有一面之缘 但是今天这个比较内向的同学 他实在就是不想去嘛 因为他说他笨口笨舌的 他怕他会帮到忙 所以呢 这个他好朋友都说了 这只是一点小忙 你不帮忙就不算我兄弟嘛 可是这个人当然要找个理由啦 他说我不会说话 这个笨口笨舌就是不会说话 怕会帮到忙 就是没有帮忙 反而让事情变得更糟 叫做帮到忙 所以有时候你就会听到 别人在骂人的时候就会说 不要在这儿帮到忙 对啊 妈妈在切菜洗菜的时候 小孩子跑过去 妈妈妈妈我帮你 然后就打破一个杯子或盘子 结果就变成是帮到忙了 那因为今天这个外向的同学 他就是想要凑到人数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说到他朋友帮忙 所以我们在最后呢 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成语 他说我会抑郁而终 对他就要跟他朋友说 你一定不希望我 因为追不到学妹 抑郁而终 这真的有点夸张啊 抑郁而终就是 终是老死的意思 所以就是一辈子很忧郁到死 因为追不到学妹 所以一辈子很忧郁到死 那大部分我们听到抑郁而终 都是在形容一些伟人啊 他们可能很可怜啊 为了艺术 为了什么东西 然后到最后就老死 还是非常的忧郁 对 那今天他就是故意要 激他的朋友 对他只是大学生 已经讲到抑郁而终 有点夸张 这通常是在形容人生的最后阶段了 那所以呢 他朋友就说了 哪有这么夸张啊 但是显然他也知道 这个好朋友是真心想追学妹 所以他才说 好啦好啦 我去就是了 我什么就是了 是我们常看到的一个巨型嘛 对对对 他的意思就是 好像你很勉强 你真的不想做这件事 但是因为拜托你的人 你不好让他失望 所以你就会说 好啦 我怎么怎么样就是了 我做就是了吗 我买就是了吗 不要这样了吗 对 就是你女朋友一直哭说 他要买这个礼物 你只好跟他说 我买就是了 那当你替你朋友 做了这件事情 你很不想做的一件事情 他一定要谢谢 你的大恩大德啊 对所以这个一听到朋友 答应了他马上说 太好了 你的大恩大德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其实高级班的同学 如果可能的话 这整个句子可以记下来 这是在表示说 当别人帮了你很大的忙 你用一个比较戏剧化 比较夸张的方式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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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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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谢谢你 对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你做了这么好的事情 那但是呢 这句话显然是有点过头了 所以他这个好朋友就说 你说的这么好听 那一听到大恩大德 什么一辈子的 你一定不相信嘛 对啊 所以你听到别人讲说 说的这么好听 表示他不相信你说的话 所以为什么不相信 因为上个礼拜 这位同学还欠他吃饭钱 连吃饭钱这么一点 小恩小德 他都没有办法回报 更不要说是什么大恩大德啊 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对不对 当然他不会相信 那听起来这个外向的男生 好像常常请 这个比较内向的朋友帮忙 对 所以他就说 好好好 我明天还你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 两个人个性很不一样 这个外向的男孩子 可能比较不在乎 这些小小的事情啦 所以他大概一直忘记 但是自己也不好意思 所以现在要赶快逃走 免得 免得他的朋友说 你不还我钱 我就不帮你追学妹 那看到朋友要逃了 一定就想叹气 那这个声音呢 我们中文里面也有一个字 大家可以去看看 对 这是一个口 再一个责 责任的责 本来的读音就是责 但其实他意思就是这个声音 嗯 这是受不了啊 对 因为这个声音表示的 就是受不了的意思 好 那我们对话说到这儿呢 其实我们就要再听对话一遍了 但是在听对话之前呢 有几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我们今天学到很多有关追求 在找女朋友 找男朋友的时候 可以用到的一些成语 还有俗语 那要小心的就是呢 其实今天的成语俗语 都有性别的歧视 都是在说男生在追女生的一些情况 然后总是把男生形容得很糟糕啊 是苍蝇啊 是癞蛤蟆啊什么 然后进水楼台先得月 感觉上好像是要用一点心机的 去追求女孩子的感觉 好 那我们赶紧再来听一遍 今天的对话 好的 欢迎订阅 三个月 那是对的 去到中国pod.com 现在 去订阅 给您的4000课程 买到中国pod 现在 在Google Play 或App Store 我们系今年进来一个学美 很漂亮 你听说了吗 当然听说了 我住宿舍 怎么可能没听到 大家凑在一起就会聊啊 光聊有什么用 要认识美女 就得透过美女 我请了我们这一届的细花 帮我约她见面 没想到你认真了 不过听说一年级 有个学弟已经每天 像苍蝇一样 粘在她身边了 哼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学妹呢 是要我们这种成熟的男人 才能照顾好的 但不管怎么说 进水楼台先得月 学弟追得很紧 我看你一面不大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呢 是兄弟的就该帮帮我 怎么帮 谈恋爱这种事 别人插不了手的 谁叫你插手了 这个周末 我们细花已经找了几个女孩子 还有那个学妹一块出来玩 我也得找几个男生 你非来不可 我 我不喜欢这种联谊活动 人说见面三分情 你只是来凑个人数 让我跟学妹 有那么一面之情 这点小忙 你都不帮 算什么哥们儿 可是 我笨口笨舌 恐怕会帮到忙 不会不会 你一定不希望 我因为追不到学妹 一遇而终吧 哪有这么夸张 好了 过去就是了 太好了 你的大恩大德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说得这么好听 上个礼拜 欠我的吃饭钱 快还我就好 啊 我明天还你好不好 明天一定还 我先走了 受不了 听完今天的对话 就让我想起 我大学的时候的男生的室友 哇 为了追女生啊 编了好几套的故事 都是很感人的 我跟你们说 癞蛤蟆要吃到天鹅肉 一定要走感人路线 不能说我是什么什么 很帅啊 很有钱的 你要走感人路线 像她其中的一个故事呢 就是我妹妹是个音乐家 我现在为了要让她 读音乐学院呢 我需要半工半读 我每天都多辛苦 多辛苦 哇 那只漂亮的天鹅 听了 马上相信了 马上相信 多感动啊 每次都成功呢 那听起来是个 很有效率的办法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 还是重视内在多过外在吧 所以啊 人性本善啊 只是可惜是被人家利用了 但不管怎么样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 要想办法把它展现出来嘛 没错 好 那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我们就下次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